這個月783,超便宜 那現在已經是六月了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開過一次冷氣 我們沒有人喔,就是正常的 我們不覺得很熱的那樣子 日光燈管都改成LED燈 我們去IKEA買那個防光窗簾 哇,真的超好用的 擋陽的效果超級好 這是三年前 那時候我都沒有做任何的改裝的動作 2808,這是最高點 之後都沒有那麼高了 你看到五月的時候還可以只有514元 前年的時候我們那個 客廳的冷氣壞了,然後一直沒有去修理 有沒有 客廳冷氣壞沒有去修理 然後去年修好了 你看那個店價就差了一千塊,夏天 現在這是西塞的方向 完全不透過 所以呢,在這邊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塞得非常嚴重 現在是一支149 超多的意思 傳統上會有一個燈座 你會看到很多線 原來這邊會有一個燈管 會有一個燈管 通常還會有 比如像我那個是電子式的 你會看到一堆線 但是你就注意一下 因為LED燈呢 它只要一端電線進來 跟另外一端電線 紅的跟黑的 各自接電 這樣就好 那傳統的呢 因為它多了一個 電子式的安定器這種 所以你只要注意一點 第一個 注意來源的 黑色 跟紅色進來的線 它通常會先接到安定器 你就把它卡斷 剪斷 電源剪斷 當然你要先關電源 剪斷 然後第二個呢 它從這邊出來呢 又會繞到這邊 跟這邊也是一堆 從這邊出來 這個安定器 你就找這個安定器就好 電子安定器 這邊出來有線 也是卡斷卡斷 所有的線都卡斷 就是讓線路 不要經過這個安定器 所以 這樣你都卡斷之後呢 通常你的整個燈座就會拿下來了 這個燈座 這時候你就分開了 一個是 電源 黑色 跟紅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 這邊 這邊通常也會有兩條線 這邊有兩條線 這邊有兩條線 所以呢 你就把一端 不管你用黑色或紅色呢 一條 然後這邊有兩條 你就把它接在一起 這樣一端就完成了 變成這樣 那另外這個紅色的呢 如果你一開始用黑色 那紅色這邊呢 這也是 跟這兩條綁在一起 123 4 5 6 綁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 這一端也是直接進電源 所以 這樣 跟這樣 這樣就好了 這個 從出來的地方 剪掉 黑色 這邊 這個安定器的兩邊的線 全部剪掉 這整支就拿起來 整支就拿起來 好 不止 這一端 隨便跟那個 端接在一起 就是兩條白線 跟黑線 參在一起 跟黑線 跟來源端 啊